点漏的活,客户买的新的智能马桶,等不及售后安装,急着用,客户情愿加价,让我来给他安装,遇到好活,尽快上门,看看客户还让我给他拆包装啊,拆快递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啊,这个智能马桶我也是好几年都没有装过了,打开包装,然后打开马桶盖里面有好多小配件,我都不认识你们的配件是干嘛的,这是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三角阀配件, 还有这个小蓝瓶子里面,装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还不知道怎么安装,等一下看个说明书,然后呢,现在呢,就给这个马桶包装,先给他拆掉,观察一下是什么构造啊,这个是让业主家的老爷子帮忙给这个马桶,从包装里面抬出来啊,抬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给这个马桶盖,盖上,然后给这个马桶,给他斜着,给他放倒在地面啊, 因为一定要放在店的紫壳的地面上,别给这个马桶划坏了,这个知道马桶老贵了啊,如果搞坏了,那就赔不起了,马桶前先两个坑具,呦,这个坑具可以啊,42还多呢,43,这个装出来肯定很不错,然后给马桶这个也量一下,40,中对中,非常完美啊,这个,然后下一步呢,马桶是客户自己拆的, 不过现在刚刚用了有点水,我用客户家的这个餐巾纸啊,这个叫厕纸,有的师傅说,我说餐巾纸不正确,管他什么,只要给地面的水能擦干就行了,对吧,我们装钱要给这个地面的水,给他清理干净,水清理干净以后,给马桶自带的这个法兰的包装给他撕掉,撕掉,然后放在一边啊,里面的工作准备好了, 我们让老爷子帮忙给新的智能马桶,给他抬到准备安装的这个位置啊,我现在给这个马桶一个人慢慢的给他转个身啊,给他转正,转的和地面的排污孔,差不多对准的位置就行了啊,好嘞,现在马桶基本上放在这个位置啊,但是现在不要急,然后我们等一下呢,给马桶侧着身,给那个法兰和地面的排污孔, 给他对齐,看,现在给马桶侧着身啊,歪一下,看看排污孔,排污孔基本上差不多,能对齐啊,然后我们给法兰放在排污孔下面,然后给上面的马桶排污孔,给他对走法兰,好,就这样放平,这样放平就可以了啊,然后给马桶稍微调一下,调正了,别歪了就行,然后呢,给客户家原来旧的这个,叫什么,马桶三脚拔,给他拆一下,然后呢,给客户家原来旧的这个,叫什么,马桶三脚拔,给他拆一下, 拆掉,因为这个智能马桶都配了一个带过滤的啊,那个三脚拔,这个智能马桶不能用这个普通的老款的三脚拔,容易给你们的管道堵塞了啊,切记切记,然后我们给这个旧的三脚拔拆下来,给新的三脚拔啊,藏上28圈生料袋,生料袋一定要裹好,裹延实了啊,尿袋藏好以后,然后给这个生料袋捋一下,然后给这个 马桶自带的这个三脚拔,给他装到这个 类似里面,这个三脚拔里面带了一个过滤的啊,一定给他装上 脚拔装上以后,用扳手,给这个脚拔 往墙里面,类似里面,拧个五圈左右啊 这个出水口最好给他朝上,如果朝下的话 那个马桶的连接管对不上 好嘞,现在最后一圈看看,朝上啊 然后现在呢,脚拔装好了 然后给马桶的冲水接口装到刚刚装好的三脚拔上 给软管扶平,然后给这个颅母慢慢的拧到 装好的脚拔出水口上,这个丝牙还有点不好对 先用手给他拧起来 直到手拧不动以后,然后再用扳手 给这个颅母轻轻的给他拧紧就行了啊 妈妈你不要急 手扶在上面啊,别让上面歪了 好,然后再给上面呢 这个稍微再紧一下,防止他漏水 好,脚拔装好了,这个马桶里面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洗发路还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有个盖子,马桶里面自带的盖子 刚好可以拧到这个瓶子里面 然后我们给这个这个密封垫拿掉 然后这个马桶后面有个这个小盖子 刚好和这个蓝色的瓶子啊,刚好配合就是给他拧上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放在哪里 先给他装好,装好我们给那个电源插头 先给他走开,走开给他通个电啊 因为水已经接好了 我们给他通电试一下 好,我们给电源插上 好,插上,哟 好,智能的就是好啊 还自己打开马桶盖 旁边有个小按钮 轻轻的一碰,这个马桶盖就可以做电 就可以开,可以自动关 智能马桶是挺好的 另外这个做电圈,还有自动加热的 看,稍微摸一下,他就自动冲水 太高科技了,我也不会用 不管他了 我只要给马桶装好就行了 这个还有一个备用电源 也不知道要不要装 反正我给他装上 装上给他塞到马桶后面 就可以了啊 装配件都装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给马桶和地面的这个水擦干 等一下再给他打个胶啊 这个智能马桶确实是好啊 好多地方有按键 稍微按一下 看看现在就可以充水了 还挺好的 这个难道就叫有钱的人快乐 我们不能想象 好嘞 我们现在给地面的水擦干了 擦干了 我们就给这个马桶打上玻璃胶 固定马桶啊 刚刚都试过水了 马桶底部没有漏水啊 非常好 我们右边的胶打好了 我们现在再给左边的 再打上胶 这个马桶打胶只是其固定作用啊 不是其防漏水作用 如果马桶底部漏水 你在外面打胶是打不住的 胶打好以后 我们给玻璃胶的屁股给刚刚打的不平整的胶 给它推掉啊 推的圆滑就行了 好 这个就是装好的马桶啊 我真是好久好久没装制的马桶了 今天还不错啊 装的挺快 半个小时就可以装好了啊 看这个有个小按钮 轻轻一碰 这个坐垫就打开了 再给它碰一下 这个坐垫就关起来了 智能的就是好啊 感谢观看 拜拜拜拜